剛剛也特別提到蘋果 蘋果在先前大家就認為說 他在AI的一個佈局是慢半拍 不過陳彥智從開發者大會之後 沒有人敢再質疑說 蘋果沒有認真在發展 他們這個AI的一個佈局 現在蘋果已經進軍了 這個生成是AI 而且在他們宣布了之後 這個股價是接連的往上漲 首先當然AI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去仔細的去探討 他未來到底有沒有機會 持續上漲 那才能知道蘋果是不是太晚加入 因為華爾街這一次 做了一份問卷 總共1133位恢復 問什麼 你覺得就問這一分析師 你覺得人工智慧是泡沫 還是漲勢有支撐 泡沫意思就是萬一泡沫破了 很可怕 股市股價可能會大跌 但是漲勢有支撐代表什麼意思 跌不怕 逢回要買 這個我們把它講清楚 結果回復的問卷當中 有高達63.3 這個比例我覺得很高 三分之二對不對 而且分析師相對來講 他會比較理性的去看待這整個 股價的一個變化 他說派對才開始 你知道派對才開始 那不得了 派對後面還有 所以派對才開始 後面還有 那前面這是在幹嘛呢 那叫暖場 那就不得了 長這麼多了 還只是暖場而已 當然也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 今年會泡沫破裂 這幹嘛太兩極了吧 但是問題是比例的問題 就是說大部分人還是認為 漲是有支撐的 所以這樣看起來像美營他也講 他說還沒有進入AI泡沫啊 當然波動會變大 這個我們認為 對不對 因為派對一開始聲音變大 鄰居會來抗議 這個叫波動會變大 花旗也講 漲勢還會繼續 這都是重量級的投行 重量級的投行 甚至有對沖基金業者說 市場低估了AI給企業帶來好處 也就是說你現在只看到什麼 伺服器什麼 可是實際上不是 AI未來會帶來的變革 可能比大家想像的更多 所以為什麼當蘋果宣布 要進入深層室AI 跟OpenAI合作以後 其實第一天剛開始的時候 股價是跌了 然後大家也搞不清楚狀況 後來股價就噴出了 先噴了7%多 昨天又漲了2%多 大家才搞清楚說 其實這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那所以現在它漲上來以後 本來不是說被灰達超越嗎 第三嘛 我一要弄AI 它就衝到幾乎快低了 還一度超越微軟 微軟也有 你那OpenAI還是我出錢的 對不對 大家想一想 對 所以微軟又漲回來 但現階段來講 你可以看到AI所帶來的市值很可怕 微軟是3.28兆 然後蘋果是3.27兆 我相信這兩個會開始 逐步的一直進行 所謂的這種PK競賽 當然我們也去看 全球100大最具價值的品牌排行榜 這當中有一個關鍵密碼 叫做什麼 AI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看蘋果可以理解吧 現在來講手機的這個應用 未來又有所謂的AI手機 它的iPhone16 所以它第三年獲得這個桂冠之外 又比去年增加15% 達到1兆150億美元 再來是Google可以理解 因為Google本來也就在發展AI了 微軟第三名對不對 亞馬遜也可以理解 資料中心 前四名我們都可以理解 麥當勞是怎樣 持續留在前五名之內 我沒有騙各位 真的還是AI密碼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的點餐 就是AI 而且我跟各位講 我已經大膽預言 我可以大膽預言 未來我們開那個Drive 實物過去以後 出來是一個機器人 問我們要吃什麼 所以它留在第五名 也是跟發展AI有關 它沒有動態的菜單 等於說在企業 在運用AI上 可以大幅的降低成本 再來第六名回答可以理解吧 這攀了十二十八個名字太可怕了 跑到第六名 品牌價值大升一百七十八八 合理跟它的股價大漲 也有很大的關係 再來就臉書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當然在這當中 就是在講蘋果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身為全台灣最懂 蘋果的分析師 就是我 你看這裡 iPhone 15 Pro以上 才可以使用Apple Intelligent 對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提醒大家 不是iPhone 15 Pro以下 不能升級到iOS 18 可以 但是沒有AI功能 所以最後逼著大家 是不是會去買iPhone 15 Pro 我買iPhone 15 Pro幹嘛 我直接買iPhone 16就好了 所以現在市場 已經在預估銷售的支數 可以達到2.7億支 那我跟各位講過去賣的最好的是2.4億 所以如果真的賣到2.7億的話 那就創有史以來的銷售量 很可怕 很可怕 現在整個看起來好像科技業發展 因為AI的關係 就是一片大好 那為什麼裁員的消息 還是不斷傳出來 尤其是矽谷 他們在去年整個薪資 是下降了15% 非常的多 甚至傳出說有科技新貴的員工 他們連洗澡都不敢洗太久 好 我要這樣講 AI的一個應用 對企業大好的前提之下是 他大量的減少成本 所以他會開始發現 他有很多過去人力的配置 不需要用人了 就好比說過去企業 不是都要有一個櫃台 進來要收信 轉接電話 其實有AI以後 你覺得這件事 還需要有一個人在那邊嗎 所以很多的工作 會慢慢被AI所取代 那企業已經發現了這樣 尤其是你說像Google這些公司 他們難道不清楚 AI怎麼應用在他們企業的職務上嗎 我們就來講這個Best Buy好了 你知道Best Buy 電子零售 我問你是不是有很多的環節 其實可以大量套用到AI 對 那這個時候 其實人工的需求 會大幅度的降低 那對於有一些職務來講 可有可無的 我只好做一件事情 是什麼 降薪 降薪其實背後的目的 老闆就是叫你趕快滾 你可不可以自己辭職說你要走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邏輯 所以你看 員工說 公司已經開始使用AI 要來縮減開支 年薪以前動輒6萬美金 加分紅可以9到12萬 你看這個Google Assistant 擴增時間的員工 他都把它這個裁掉了 因為這個已經用不到 人數至少200人 其實是很嚴重 那你說真的我需要人工的部分 我怎麼降低成本 很簡單 墨西哥或印度 而且他們英文這麼好 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 然後薪資水準稍微低的 相對是低 比較多的 那另外這個微軟也採檢 混合實境的這個員工 大家就會知道說 原來元宇宙有一點昂花一現 或者說開發到一個程度了 到AI取代以後 這個部分的人才就可以調整 也裁員數百人 精簡人士超過一千五百人 那聯邦快遞也是 未來如果有無人司機 無人車 他可以透過無人的方式運送 所以你剛才講什麼 什麼不敢洗澡 甚至每天醒來都擔心被解雇 包括 包括這康萊亞大學 這個長春藤名校 找了一堆工作薪資比一個低 所以我覺得進入AI時代 我們不是怕被取代 而是到底你能夠做什麼 跟上AI這個時代很重要 陽陽今天召開第二季的理監事會議 有誠宴在今天最新公佈的 包括買房第二間貸款 增數只剩下六成 而且也調升了存準率 零點五個百分點 基本上這確實對房市的管制出重手 我認為是出重手 為什麼 因為你第二戶 你的這個製備款你等於要四成 對不對 只能帶六成 那我要換屋的人 我第一戶還沒賣掉 那我要買第二戶的時候 我要準備這麼多的資金 通常會從第一戶上面去帶出來 去想辦法當成第二戶的頭期款 可是第二招他也 央行很聰明 他也想到了 所以他提高銀行的充關準備率 百分之零點五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沒有生息 但是他是緊縮 對 我沒有生息 但是我讓資金緊縮了 那是不是也代表 如果你想要想要買房子 想要玩我剛才講的這一招的人 這一條路可能也會被斷掉 所以確實有提高了 這個房市管制的一個措施 當然能不能有效的壓抑 房價的一個漲幅 我覺得還可以再做觀察 但是如果說房價一直漲的情況下 我教各位一個買房的秘訣 就是你專門去找鹹物設施 什麼 譬如說兵儀館 不是叫你去住兵儀館 而是你去買兵儀館附近的 你看像一兵 他現在要拆 就沒有鹹物 對不對 這一兵就走入歷史 你看那現在未來大家說 你可以蓋長照 興建住宅 體育中心 公司混合的商業宅 我說這個蓋在一起就好 不過這兩年 因為自從傳出他要拆的消息 房價已經漲很多 但是漲一些些而已 為什麼 為什麼漲不多 第一個 周邊的兵償業者不能搬 他不知道要搬去哪裡 所以即便一兵不見了 你要經過那一個旗樓的時候 你還是得稍微繞一下 因為那一排還是兵償業者 還是一樣 所以有漲 但是量你注意看有降下來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會漲 不願意買 不過確實你看這個價格 有不到八十萬 住臺北市 住臺北市 那你不要住第一排 第一排 你住到第二排去 影響就會比較小 那實際上閒屋設施 確實會有比較麻煩 可能住家附近有公廟 每天在那邊 趕快 一天到晚在砍 騎桶或什麼的 但是實際上不一定 我跟你講 這個如果是媽祖廟那不一樣 神的住所那又不同了 你看像這個 譬如說慈幼宮 這些是很好的 慈惠堂等等 這些地方其實反而很吸引人 很吸引人 你看 這個台南大天后宮 周邊住宅的交易量 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亮眼 所以也有人在講就是說 廟不一定都叫閒屋設施 如果是像這種媽祖廟這種 反而好 只有譬如說 比較陰的陰廟 當然也不一定 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這個不一定 但是什麼叫閒屋設施 我覺得比較屬於公廟類 他可能常常會辦很多儀式 法會這一種 出入也比較麻煩 但你如果去看的話 其實真的在神的 公廟 這個怎麼講 媽祖廟附近有神的保佑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啊